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争议节目 今天我们要揭露一桩令人震惊的案件 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涉嫌非法购买人体遗体和残肢 用于生产同种一体骨植入性材料 涉及多地殡仪馆和医学院共75人牵涉其中 这起骇人听闻的大案已经引起多的民政局的关注并开始调查 案情复杂 从非法收购到粗暴处理 甚至伪造捐献资料 无所不包 而案件背后的利益链条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详细内容请大家继续收看 骇人听闻的山西盗窃倒卖遗体案揭露 2024年5月23日 太原市公安局的一封秘密文件 揭开了一桩震惊全国的骇人听闻案件 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涉嫌非法购买 人体遗体 残肢等用于生产同种一体骨植入性材料 这桩案件涉及到云南水富市 重庆八南区 贵州石千县 四川大英县等地的殡仪馆 火化厂 以及广西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等单位 总计75人卷入其中 北京律师益胜华在8月8日与社交平台披露了这一涉嫌盗窃 侮辱 毁坏尸体 尸骨罪的案件材料 立即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和震动 重庆市八南区民政局工作人员对财新记者表示 已知晓此事 正在调查核实中 四川大英县民政局则表示 尤其具体的业务股市负责跟进调查 据澎湃新闻援引太原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的说法 案件尚未半截 公安部门正在对嫌疑人进行排查 具体案情目前不便透露 案件详情曝光 据案件材料显示 太原市公安局在侦办过程中 查封了山西奥瑞公司18余吨的人体骨骼原材料和半成品 以及34077个成品扣押冻结涉案公司和个人资金 共计超过1亿元 75名犯罪嫌疑人对各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并认罪认罚 根据中国刑法第302条规定 盗窃 侮辱 毁坏尸体 尸骨 骨灰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起诉意见书显示 山西奥瑞公司的涉案行为始于1999年 当时由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成立这家公司 主要经营同种一体股植入性材料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并由李宝兴任总经理 2007年起 公司逐步引进了从贸易和苏承中 收购中福院及其员工的股份 至2012年 从贸易占股54.08% 成为最大股东 法定代表人 担任董事长 苏承中占股45.92% 担任总经理 而李宝兴则实际负责公司运营 设事单位和人物 中福院成立于1962年7月 位于山西太原 是一家专业从事辐射防护 研究与应用的综合科研机构 现隶属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案件材料指出 从2015年1月至2023年7月 山西奥瑞公司涉嫌从四川 广西 山东等地 非法购买遗体 残肢作为原材料 并在购买和生产过程中 对非法获取的尸体进行粗暴肢解 剔除皮肉 清洗 浮罩等 以生产同种一体股植入性材料产品 经审计 2015年至2023年的营业收入合计 达到3.8亿元 为了大量获取生产同种一体股的原材料 李宝兴 苏承中等人 指使公司人员前往广西桂林 四川成都等地 拉运人体骨骼 这些尸体在四川横浦 科技有限公司 和桂林医学院 基础医学院 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内进行初步解剖后 再运回山西奥瑞公司进行进一步处理 李宝兴还安排多名员工 伪造遗体志愿捐献登记表和检验报告 试图证明这些尸体来源合法 多地涉案 除了山西奥瑞公司 该案件还牵涉到山东青岛大学 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副主任医师李志强 在2015年至2021年期间 他将肢解好的遗体放入冷柜保存 并向山西奥瑞公司出售了十余具人体骨骼 每具价格在1万到2.2万元不等 案件材料还提到 山西奥瑞公司人员对非法获取的人体骨骼 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处理程序 如深低温冷冻 成型 清洗 冻肝 病毒灭火 和浮照灭菌等 之后由从贸易和苏承中实际控制的相关公司 销售至各地医院 从中非法获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苏承中控制的四川横浦公司 在这些非法交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扩大获取非法原材料 为了扩大尸体和残肢的获取渠道 苏承中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 通过承包 入股和派人入住等方式 控制了云南 昭通市水富天赋 殡葬有限公司 重庆市八南区 仙居山殡仪馆 贵州省同仁市 十千县望城 殡葬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穗宁市 大英县殡仪馆的火化厂 它只是安排在火化厂的人员盗窃尸体 并在火化车间内 对尸体进行粗暴的肢解处理 然后运回四川横浦公司 部分尸体则在四川横浦公司 进行进一步肢解处理 据苏承中供述 这四家火化厂 共向四川横浦公司提供了 四千余具人体骨骼 其中一千余具 由山西奥瑞公司人员 在四川横浦公司处理后 运回山西奥瑞公司 其余的则存放于成都的两个冷库中 广西桂林的涉案情况 在广西桂林 情况同样令人震惊 案件材料显示 国家审计署在2023年9月11日 开展专项审计时发现 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实验员蓝园 将322具人体骨骼 倒卖给山西奥瑞公司 非法获利约31万元 从2019年至2023年初 兰陵园和田顺亮 为向山西奥瑞公司 大量提供尸骨原材料 明知桂林市 平乐县和永福县殡仪馆 提供的大部分尸体为盗窃所得 仍然以每具900元的价格 购买尸体并达成协议 加盖桂林医学院公章 在2017年至2023年期间 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 从上述三家殡仪馆 购买了450余具尸体 其中约300具 贩卖给山西奥瑞公司 财新多次致电桂林医学院 相关部门询问情况 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据悉 桂林市殡仪馆人员贩卖的 主要是因火化的无名师及家属 不要骨灰的尸体 平乐县病医管人员 则将家属放弃保留骨灰的遗体 不进行火化 转而倒卖给桂林医学院 解剖教研室获取利益 永福县病医管人员 则在明知将无名师及家属 不要骨灰的遗体 贩卖给他人是犯罪行为的前提下 违反家属医院 处理尸体 并进行贩卖 结语 这桩牵涉多地和多名涉案人员的案件 不仅揭示了一个跨省份的非法交易网络 更揭示了背后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无论是殡仪馆 医院解剖室 还是企业管理层 每一个环节都在利益驱动下 致法律和道德于不顾触犯了底线 正是因为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 我们更应该关注案件的进展 督促司法部门严肃处理 给公众一个公正的交代 并从中汲取教训 杜绝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随着山西太原市公安局的一旨 移送至太原市检察院 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浮出水面 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山西奥瑞公司惊天动地的一条龙 盗卖尸体业务终于曝光 这起横跨八年的 骇人听闻的案件 涉及从四川 广西 山东等地 非法采购遗体 残肢 用于生产同种一体股植入性材料 总营业收入达到了惊人的 3.8亿元人民币 而这一次 超级黑手李宝馨成为了 公众关注的焦点 李宝馨 这位69岁的解剖专家 曾是全国劳动模范 山西国防科技 工业的胶子 竟然是这条 黑色产业链的操控者 山西奥瑞公司 曾是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的子公司 经营范围包括同种一体股植入性材料的 研发 生产和销售 作为总经理的李宝馨 一直是公司的核心人物 带领公司在行业内取得巨大成功 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0% 成为全国数十万股科患者的福音 然而 谁能想到 这位曾经的英雄 竟然操控着这样一条 令人发指的黑色产业链 据案件材料显示 从2015年1月到2023年7月 山西奥瑞公司通过非法手段 从四川 广西 山东等地 购置遗体和残肢 进行粗暴肢解 剔除皮肉 清洗 浮罩等一系列流程 生产出所谓的同种一体股植入性材料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非法获取的尸体骨骼原材料 半成品净达18余吨之多 成品数量则高达34,077个 故事的高潮来了 2017年至2019年期间 嫌疑人苏某某通过承包 入股 派人入住等方式 控制了四家殡仪馆的火化厂 并指使其安排在火化厂的人员盗窃尸体 然后在火化车间进行肢解 部分尸体甚至直接运回他们公司进行处理 苏某某供述 这四家火化厂 共向山西奥瑞公司提供了超过4000具人体骨骼 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调查显示 李宝星虽身处 科研领域 但其对商业的灵敏嗅觉也堪称一绝 他与多名医师和殡仪馆工作人员勾结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比如 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副主任医师李某强 竟也参与其中 将肢解后的遗体放入冷柜保存 出售给山西奥瑞公司 每具尸骨价格在1万至2.2万元之间不禁让人扎舌 澎湃新闻对此案进行了深度采访 桂林市民政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 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处理 具体情况由业务科室负责跟进 然而 当记者试图联系李某强时 却被告知他好好的上班 在三治店医院 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接听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也对案情表示不知情 整个案件显得扑朔迷离 李宝兴的故事还真是一波三折 这位研究员 出身的学者 早年间在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从事放射性核素研究 后被委认为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同时兼任山西省医用组织库主任 那时组织库正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但在他的策划运作下 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并迅速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同种股材料生产基地 李宝兴原本是山西省国防科技工业的杰出代表之一 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然而 他的辉煌成就背后 却隐藏着这样一条令人发指的黑色产业链 2015年 他开始与苏某某 从某某等人合作 不断扩大非法采购渠道 逐步控制全国多地的火化厂 在他们的运作下 这些火化厂成为了他们获取尸体的源头 并通过一系列操作将非法获取的尸体骨骼 加工成所谓的同种一体骨植入性材料 然后高价出售 赚取巨额利润 这一切 是不是像极了一部悬疑大片 但这可不是电影 而是发生在现实中的惊天大案 这几案件曝光后 震撼了整个社会 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引发了广泛关注 星岛日报 澎湃新闻等媒体详细报道了 案件的诸多细节 但案件的背后 还有更多的谜团和真相等待揭开 在这起案件中 山西奥瑞公司 四川横浦 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青岛大学 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 桂林医学院 多个殡仪馆等单位都牵涉其中 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规模之大 涉及人员之广 操作手段之复杂 令人不寒而栗 而这背后还有多少未被揭开的黑幕 还有多少受害者的骨骼 躺在那些所谓的同种一体骨植入性材料中 这些问题或许要等待案件的 进一步调查才能揭晓 这起案件不仅仅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犯罪 更是一次对社会道德底线的巨大挑战 它让我们看到了在利益面前 人性的贪婪与冷酷 也让我们反思 如何才能更好的保护侍者的尊严 守护社会的良知 这起案件的曝光 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但它已经足以让我们警醒 呼吁更多的关注和反思 让我们期待 真相能早日大白 让那些侍者安息 让那些恶徒受到应有的惩罚 骇人听闻的山西盗窃 倒卖遗体案揭露 2024年5月23日 太原市公安局的一封秘密文件 揭开了一桩震惊全国的骇人听闻案件 山西澳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涉嫌非法购买 人体遗体 残肢等 用于生产同种一体骨植入性材料 这桩案件涉及到云南水富市 重庆八南区 贵州十千县 四川大英县等地的殡仪馆 火化厂 以及广西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等单位 总计75人卷入其中 北京律师益胜华在8月8日 于社交平台披露了这一涉嫌盗窃 侮辱 毁坏尸体 尸骨罪的案件材料 立即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和震动 重庆市八南区民政局工作人员 对财新记者表示 已知晓此事 正在调查核实中 四川大英县民政局则表示 尤其具体的业务股市负责跟进调查 据澎湃新闻援引太原市检察院 相关负责人的说法 案件尚未半解 公安部门正在对嫌疑人进行排查 具体案情目前不便透露 案件详情曝光 据案件材料显示 太原市公安局在侦办过程中 查封了山西奥瑞公司18余吨的人体骨骼原材料和半成品 以及34077个成品扣押冻结涉案公司和个人资金共计超过1亿元 75名犯罪嫌疑人对各自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并认罪认罚 根据中国刑法第302条规定 盗窃 侮辱 毁坏尸体 尸骨 骨灰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起诉意见书显示 山西奥瑞公司的涉案行为始于1999年 当时由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成立这家公司 主要经营同种一体骨植入性材料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并由李宝新任总经理 2007年起 公司逐步引进了从贸易和苏承中 收购中福院及其员工的股份 至2012年 从贸易占股54.08% 成为最大股东 法定代表人 担任董事长 苏承中占股45.92% 担任总经理 而李宝新则实际负责公司运营 涉事单位和人物 中福院成立于1962年7月 位于山西太原 是一家专业从事辐射防护 研究与应用的综合科研机构 现隶属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案件材料指出 从2015年1月至2023年7月 山西奥瑞公司涉嫌从四川 广西 山东等地非法购买遗体 残肢作为原材料 并在购买和生产过程中对非法获取的尸体 进行粗暴肢解 剔除皮肉 清洗 浮罩等 以生产同种一体股植入性材料产品 经审计 2015年至2023年的营业收入合计达到3.8亿元 为了大量获取生产同种一体股的原材料 李宝兴 苏承忠等人 指使公司人员前往广西桂林 四川成都等地 拉运人体骨骼 这些尸体在四川横浦 科技有限公司 和桂林医学院 基础医学院 人体解剖学教研室内进行初步解剖后 再运回山西奥瑞公司进行进一步处理 李宝兴还安排多名员工 伪造遗体志愿捐献登记表和检验报告 试图证明这些尸体来源合法 多地涉案 除了山西奥瑞公司 该案件还牵涉到山东青岛大学 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 副主任医师李志强 在2015年至2021年期间 他将肢解好的遗体放入冷柜保存 并向山西奥瑞公司出售了 十余具人体骨骼 每具价格在1万到2.2万元不等 案件材料还提到 山西奥瑞公司人员 对非法获取的人体骨骼 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处理程序 如深低温冷冻 成型 清洗 冻干 病毒灭活 和浮照灭菌等 之后 由从贸易和苏承中实际控制的 相关公司销售至各地医院 从中非法获利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苏承中控制的四川横浦公司 在这些非法交易中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扩大获取非法原材料 为了扩大尸体和残肢的获取渠道 苏承中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 通过承包 入股和派人入住等方式 控制了云南 昭通市水富天赋 殡葬有限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 仙居山殡仪馆 贵州省同仁市 十千县望城 殡葬服务有限公司 四川省穗宁市 大英县殡仪馆的火化厂 它只是安排在火化厂的人员 盗窃尸体 并在火化车间内 对尸体进行粗暴的肢解处理 然后运回四川横浦公司 部分尸体 则在四川横浦公司 进行进一步肢解处理 据苏城中共述 这四家火化厂 共向四川横浦公司 提供了四千余具人体骨骼 其中一千余具 由山西奥瑞公司人员 在四川横浦公司处理后 运回山西奥瑞公司 其余的则存放于成都的两个冷库中 广西桂林的涉案情况 在广西桂林 情况同样令人震惊 案件材料显示 国家审计署在2023年9月11日 开展专项审计时发现 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实验员 兰陵园将322具人体骨骼 倒卖给山西奥瑞公司 非法获利约31万元 从2019年至2023年初 兰陵园和田顺亮 为向山西奥瑞公司 大量提供尸骨原材料 明知桂林市 平乐县和永福县殡仪馆 提供的大部分尸体为盗窃所得 仍然以每具900元的价格 购买尸体并达成协议 加盖桂林医学院公章 在2017年至2023年期间 桂林医学院解剖教研室 从上述三家殡仪馆 购买了450余具尸体 其中约300具贩卖给山西奥瑞公司 财新多次致电桂林医学院 相关部门询问情况 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据悉 桂林市殡仪馆人员贩卖的 主要是因火化的无名师及家属 不要骨灰的尸体 平乐县病遗管人员则将家属 放弃保留骨灰的遗体 不进行火化 转而倒卖给桂林医学院 解剖教研室获取利益 永福县病遗管人员则在明知 将无名师及家属 不要骨灰的遗体 贩卖给他人是犯罪行为的前提下 违反家属医院处理尸体 并进行贩卖 结语 这桩牵涉多地和多名涉案人员的案件 不仅揭示了一个跨省份的非法交易网络 更揭示了背后的伦理和法律问题 无论是殡仪馆 医院解剖室 还是企业管理层 每一个环节都在利益驱动下 至法律和道德于不顾 触犯了底线 正是因为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 我们更应该关注案件的进展 督促司法部门 严肃处理 给公众一个公正的交代 并从中汲取教训 杜绝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随着山西太原市公安局的一旨 移送至太原市检察院 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浮出水面 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山西奥瑞公司惊天动地的一条龙 盗卖尸体业务终于曝光 这起横跨八年的 骇人听闻的案件 涉及从四川 广西 山东等地 非法采购遗体 残肢 用于生产同种遗体股植入性材料 总营业收入达到了惊人的 3.8亿元人民币 而这一次 超级黑手李宝馨成为了 公众关注的焦点 李宝馨 这位69岁的解剖专家 曾是全国劳动模范 山西国防科技工业的胶子 竟然是这条黑色产业链的操控者 山西奥瑞公司 曾是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的子公司 经营范围包括同种一体股植入性材料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作为总经理的李宝馨 一直是公司的核心人物 带领公司在行业内取得巨大成功 产品市场占有率达到了80% 成为全国数十万骨科患者的福音 然而 谁能想到 这位曾经的英雄 竟然操控着这样一条 令人发指的黑色产业链 据案件材料显示 从2015年1月到2023年7月 山西奥瑞公司通过非法手段 从四川 广西 山东等地 购置遗体和残肢 进行粗暴肢解 剔除皮肉 清洗 浮罩等一系列流程 生产出所谓的同种一体股植入性材料 值得一提的是 这些非法获取的尸体骨骼原材料 半成品净达18余吨之多 成品数量则高达34,077个 故事的高潮来了 2017年至2019年期间 嫌疑人苏某某 通过承包 入骨 派人入住等方式 控制了四家殡仪馆的火化厂 并指使其安排在火化厂的人员盗窃尸体 然后在火化车间进行肢解 部分尸体甚至直接运回他们公司进行处理 苏某某供述 这四家火化厂 共向山西奥瑞公司提供了超过4000具人体骨骼 真是让人瞠目结舌 调查显示 李宝兴虽身处科研领域 但其对商业的灵敏嗅觉也堪称一绝 他与多名医师和殡仪馆工作人员勾结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黑色产业链 比如山东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副主任医师李某强 竟也参与其中 将肢解后的遗体放入冷柜保存 出售给山西奥瑞公司 每具尸骨价格在1万至2.2万元之间不禁让人扎舌 澎湃新闻对此案进行了深度采访 桂林市民政局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 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处理 具体情况由业务科室负责跟进 然而当记者试图联系李某强时 却被告知他好好的上班 在三智殿医院电话那头却始终无人接听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也对案情表示不知情 整个案件显得扑朔迷离 李宝兴的故事还真是一波三折 这位研究员出身的学者 早年间在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从事放射性核素研究 后被委认为生命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同时兼任山西省医用组织库主任 那时组织库正处于举步维艰的境地 但在他的策划运作下 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应运而生 并迅速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同种股材料生产基地 李宝兴原本是山西省国防科技工业的杰出代表之一 曾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然而 他的辉煌成就背后 却隐藏着这样一条令人发指的黑色产业链 2015年 他开始与苏某某 从某某等人合作 不断扩大非法采购渠道 逐步控制全国多地的火化厂 在他们的运作下 这些火化厂成为了他们获取尸体的源头 并通过一系列操作 将非法获取的尸体骨骼 加工成所谓的同种一体骨植入性材料 然后高价出售 赚取巨额利润 这一切 是不是像极了一部悬疑大片 但这可不是电影 而是发生在现实中的惊天大案 这起案件曝光后 震撼了整个社会 各大媒体纷纷报道 引发了广泛关注 星岛日报 澎湃新闻等媒体详细报道了 案件的诸多细节 但案件的背后 还有更多的谜团和真相等待揭开 在这起案件中 山西奥瑞公司 四川横浦 科技有限公司 山东青岛大学 附属医院肝脏病中心 桂林医学院 多个病医馆等单位 都牵涉其中 这条黑色产业链的规模之大 涉及人员之广 操作手段之复杂 令人不寒而栗 而这背后 还有多少未被揭开的黑幕 还有多少受害者的骨骼 躺在那些 所谓的同种一体骨植入性材料中 这些问题 或许要等待案件的 进一步调查才能揭晓 这起案件不仅仅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犯罪 更是一次对社会道德底线的巨大挑战 它让我们看到了在利益面前 人性的贪婪与冷酷 也让我们反思 如何才能更好的保护逝者的尊严 守护社会的良知 这起案件的曝光 或许只是冰山一角 但它已经足以让我们警醒 呼吁更多的关注和反思 让我们期待 真相能早日大白 让那些逝者安息 让那些恶徒受到应有的惩罚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山西奥瑞生物材料有限公司 涉及的盗窃 侮辱 故意毁坏尸体案件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案件 涉及多地的殡仪馆和医学院 共有75名犯罪嫌疑人 首先 我们必须认识到 这种行为 是对逝者及其家属的巨大不尊重 是对人类基本伦理 与道德的严重侵犯 尽管这些骨植入材料 有其医学价值 但绝不能以这种非法和不人道的手段来获取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世界网址 词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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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